大家好,欢迎回到贺兄笔记,一本关于人性和金钱的笔记簿 在心理学的奇妙世界里,奋起效应如同一颗闪耀的星辰 指引着人们在困境中奋勇前行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案例故事 J.K.罗林这个名字想必大家都不陌生 他是哈利波特系列的作者,是全球文明的作家 然而,他的成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罗林在大学毕业后的生活充满了挫折 他经历了一段失败的婚姻,带着年幼的女儿 生活变得异常艰难 他没有稳定的工作,只能靠政府的救济金勉强维持生计 住在狭小又寒冷的公寓里 他常常为了女儿的奶粉钱和下一顿饭发愁 在这样窘迫的环境下,罗林开始在咖啡馆里创作哈利波特的故事 他把自己所有的想象力和情感都倾注到了这个魔法世界中 但创作的过程也充满了挑战 他的手稿被多次拒绝 许多出版社都不看好他的作品 认为一个没有名气的单亲妈妈写的儿童奇幻故事不会有市场 然而,这些挫折并没有让罗林放弃 他反而被激发起了更强烈的斗志 他不断地修改和完善自己的故事 在每一次被拒绝后都告诉自己要坚持下去 他相信自己创造的魔法世界有着独特的魅力 终于,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一家出版社决定出版《哈利波特与魔法史》 这本书一经出版,便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轰动 罗林的魔法世界走进了无数孩子和大人的心中 他从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单亲妈妈 也也成为了全球最富有的作家之一 J.K.罗林的故事就是奋起效应的真实写照 在经历了生活的重大挫折后 他没有气馁 而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 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奋起效应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它让我们明白 在面对挫折时,不能轻易言败 每一次挫折都是一次成长的机会 只要我们有勇气去面对,有决心去改变 在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各种困难 也许我们会在事业上遭遇瓶颈 在学习上遇到难题 或者在生活中面临困境 但我们要像罗林一样 不把挫折看作是终点 而是当作新的起点 我们不能把挫折绝对化 不要被一时的困难困住手脚 不能把挫折概括化 不要因为一次失败就否定自己的全部努力 不能把挫折夸大化 不要让恐惧淹没自己的信心 我们要学会自我调节 保持积极的心态 同时也要善于接受外界的鼓励和建议 挫折与成功总是相伴而行 每一次挫折都是我们迈向成功的一步 它让我们变得更加坚韧 更加成熟 就像JK罗林一样 在逆境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宝藏 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以上就是本集全部内容 感谢观看 如果想支持鹤兄笔记 请点赞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鹤兄笔记 一本关于人性和金钱的笔记簿 我们下期再见